大部分都是出在哪里呢 对于那个好像程式里面的一些细节比较不能了解 像这个Fall指的是回圈的意思 回圈的一种叙述的方式 其实简单讲讲就是重复的意思 我要你帮我重复做 那其实我们人来做重复的事情是很厌倦的 但是电脑不会吧 你一直让你重复做重复做的话 你一定会不只会厌倦而且容易做错 但是呢这一点电脑刚好相反 电脑是他其实最喜欢的重复做 你叫他做一百万次他做一百万次 而且呢也不会出错 这个特点我想是应该是跟人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Fall指的是回圈 你只要给他什么呢 哪一列到哪一列 这个I指的是列的变数 这个所谓的变数名称不一定叫I啦 你叫A也可以 那只是说我们取一个习惯上用I 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OK 第二列到第151列吧 不过未来当然哦 这个列数会增加减少 你自己可能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去控制它 那底下这边呢 可能对Sales同学比较不熟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储存格 储存格后面刮胡指的就是什么啦 哪一列 比如说他如果是第二列的话 那就是B2嘛 那后面是蓝号 前面是列号 后面是蓝号 那我刚刚讲过 等于就是把后面这一串 文字串好之后丢到储存格里面 一个一个帮你丢 所以以后的话呢 假如说你今天输出一个 甚至你可以怎么样 再做一个那个清除的话 如果你要就把它清空的话 其实里面呢你可以把这边变成空白的 其实空白就清空的意思 丢一个空的那里面就空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呢 就做一个清除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sub到sub 可以把它Ctrl C 复制一下贴到底下 那贴下底下的话 你可以把sub后面的名称 改成叫清除 清除 清除意思说把里面的东西清空 所以如果你要清除 因为我习惯练习 就是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把资料丢进去 一个在帮我清空 如果两个都有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就会有 当然底下的东西啊 写程式啊 不过这个当然就把里面的东西 不过蓝数一下太多了 不过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先介绍 我大概清几个了 如果你把它清空的话 你会发现直接执行一下 里面的东西啊 有没有发现 瞬间就通通清空了 只要丢什么 丢空字算给他 所以底下东西啊 你可以 再把这边啊 后面的部分啊 把它做清空 这样的瞬间呢 他就里面都是变空的 其实就等于是清除的意思啊 这个部分OK之后的话呢 那接下来 刚好有个地方有出错 要把那个错误找出来 把它清空 把它清空 里面就清空了 所以啊 把上面的程式 sub到end sub 复制贴过来 多增加一个清除 后面的话就是 丢给他 这个叫空字串 特别注意啊 你不要没事 像之前有同学 没事后面加一个空白 不要没事加空白 因为不会比较好 而且反而变不好 我们丢个空的 本来里面应该是没有东西 变成有一个空白 那有个空白以后 你程式在找 没有东西的时候 反而会避开了 因为你里面有个空白 只是看不出来而已 所以特别注意喔 里面就是清空就可以了 那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今天要重新再输出结果的话 只要按一下 上面的play键就可以了 OK 全部又OK 但是呢 刚刚也有同学 遇到同样的问题 诶 这个地方出错了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出错 我要怎么知道 哪个地方环节 其实你可以 比较可能的应该是 会出在所谓的名称部分 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用名称来找 诶 有没有 这边的话出现什么 那个 这个值 请的话就是Lumber Lumber Value值是里面的值有错误 那是为什么会出错呢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所以 我们可以把它倒过来看 每月花 费多少 在购买杂志这边 在购买杂志这边 名称官员里面看一下 每月花费多少 在 这一个 那你可以怎么样 点选 这一个之后的话 看一下 它的下面的参照 参照到哪里 那你会发现 应该是参照到一个范围 结果我却参照到 一个储存格 那显然这边出错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把游标呢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看一下范围 对不对 每月 花费 在这里 其实应该是 这个下面的这个范围 而不是这个z1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可以修正它 怎么修正呢 1 游标 请你把里面的范围 delete掉 2的话呢 重新再选一下正确的 从y2到z的可能是到z5 这个范围 修改完之后 记得呢 前面有个打勾 你修改完之后呢 把它打勾 我们看一下 打勾 OK 然后再把它关闭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它修正之后 马上这个地方呢 它就恢复正常 OK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用VIRUS函数 做出来 奇怪了 那也全部输出了 但是问题就会遇到 一两个栏位里面出现 有错误讯息 那错误讯一定是紧开头的 那你就可以回头看一下 类似像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教各位 以后呢 如果你要大量的去做一些 每一个栏要做什么事情 可以用这一招 真的可以省掉 蛮多的时间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 才有办法 再进到下一阶段 所以下一阶段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接着来看 就是 利用枢纽分析来做统计 那里面的话 我希望统计什么 不过这个栏位 太多了 我们来统计几个 就是 人数 性别 年龄分布 跟职业 的占比状况 另外的话 哪一 哪一 哪一种的 设计 设计 杂志最受欢迎 那购买哪一种的那个 他们这个主要考量点 还有就是说呢 不同年龄层 特别是不同年龄层 购买那个 设计 类杂志 会 是否有考虑到一些差异 所以我们可以不同年龄层的 统计 假设呢 我希望知道 这几点 的答案的话 那我当然 一定要做一些 枢纽分析 那枢纽分析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把刚刚做好的结果 然后呢 再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那个 我们的枢纽分析表 做后续的分析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着把刚刚 我们这个 这个最后的结果 把它做完 好